今天五星房市整聊團 800萬想要打三重 好 中古的老公寓能買哪裡 趙華給我們什麼建議 今天剛剛有提到 他的自備款真的太少了 他就是跟老婆加起來 月薪10萬塊 怎麼會只有一年的年薪 來當自備款呢 我覺得至少是存到兩年的年薪 那可是因為他小孩又要生了 叫他再存兩年 他可能覺得壓力很大 所以我會覺得 他不如貼補他的弟弟一些租金 請他的弟弟搬出去 這樣子他們家就有兩間房間 一間可以當小孩房 一間是夫妻房 我覺得這樣是比較符合 現實的效益的 好 十萬 你怎麼看 不告訴你 如果我是他弟弟 我死也不斑 因為我住家裡 吃家裡 不要錢 可是我跟你講明年的時候 我剛剛上網看了一下 現在三重有很多公寓沒有住 明年的房價會更低 所以他明年開始 可以去三重去找一些那種 風光明媚的巷子裡面 沒有紅燈籠的那種巷子 都可以買得到600萬的公寓 而且是兩房 因為我住過三重 奇怪 我以前租三重一房一廳 15坪也才9千塊 三重哪裡有風光明媚的公寓 有啦 可是就是 不要有紅燈就不錯了 我跟你講 就是只要一樓不要有紅燈籠 其他都可以考慮 現在都沒有紅燈了 沒有啦 現在都趕出去了 現在乾淨很多 工廟比較多 可是三重的重點是在於 600位的公寓其實很多 然後你那種舊公寓 你就爬樓梯沒有關係 可是重點是你要讓小孩間 有一個比較開過的環境 公園的其他 8個人的一個小